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线电子侦察机沿赫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沿岸克里米亚南部边界飞行 多次靠近半岛西部地区 之后返回克里特岛苏达湾基地 最近 俄罗斯边界附近国外侦察机活动更加频繁 例如7月黑海上空曾出现一架英国飞机 至少两次绕克里米亚飞行 月底在黑海和顿巴斯上空 发现英国和美国侦察机 鉴于此类事件愈发频繁 俄国防部敦促美国放弃在俄边界附近进行侦察活动 五角大楼予以回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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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